一向高调的国民老公王思聪 今年的事业不断雪上加霜 一手创办的熊猫直播 香蕉计划等公司 陆续的股权冻结 令他频频上热搜 经常在网上怼人的他 也在前段时间把微博设置成仅半年可见 不断低调操作的王校长 也领着为昔日风光无限的万大公子绯闻不断 前几日 王思聪被列为被执行人名单登上热搜 网上信息显示 执行标的是1.5亿左右 很多网友以为王思聪已经被限制消费令 据悉只是谣言 而且王思聪本人也点赞吴亦凡 回应了没有被限制消费 可没过几天 近日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王思聪已被上海市家定区人民法院 发布限制消费令 不得实施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 以后的飞机 高铁 夜店 酒吧 高尔夫等地方 估计暂时不会有国民老公的现身 网友还调侃称 只能坐私人飞机出行了 那大家如何评价 我认为日本国立的账人 一定要描述